这天气多变化 到底谁的预报是最精准的呢 这答案可能会让大家吓一大跳 他是这个摊商李丰龙 就连气象局也说他是气象哥 在刚刚他已经现身说明了 现场最近情况 赶快连线给记者吴倩阳 告诉大家 倩阳 老师主播 这新北市出现了一名这个气象哥 不过他的真实身份 其实是在传统市场来摆摊的 但是呢 他因为是看天吃饭 就怕出门的时候下雨影响了身影 他在六年前 无识自通 学会了看气象局的雷塔回复图 他刚刚也说了一套他的一个说法 来听一下稍早访问 我们可以听到这气象哥 李丰龙先生 他今年其实61岁 虽然只有国小毕业 不过呢 他因为有研究这个气象预报呢 他就自己研究出一套这个预测的方式 还有其他的摊商 是来跟他请教 不过他说到这个研究气象 其实是他的一个兴趣 当然有时候也有不准的一个状况 以上是现场的一个最新的状况 先将镜头换给捧妹 好我们看到这个摊商气象哥 真的好厉害 利用自己的判断来拜摊赚钱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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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